我公公一个人在对面孤立无援 我带着她这小孙子给她去帮忙 以后放学了就劳动改造 你下这个表 爷爷 爷爷 我们来了 原来我不想来 但早上送了也不送我 我送你给我这个挑骨了 那你送完我们两个下去挑不行 晚一点挑不行吗 来 鸭子 你手不是今天赶猪拉伤了吗 我来 给我给我给我 你来啊 嗯 你这活你干不动 你可别逞强了啊 我八岁的时候就干了这个活了 现在38岁了 还是要干这个活 我八岁的时候大概还直到这里 还顶着脚 然后就要放上去 哈哈哈哈 随之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啊 那袋子来直接装袋子里面吧 我们这么多人 要装袋子 这位小朋友 这位小朋友 你是来帮忙干活的吗 来 盛袋子 姑姑你盛袋子 姑姑装 应该是装这个吧 你们爷爷 爷爷 是不是装这个袋子 爸 我公公今年种了五亩田 这应该两年都不用再买骨子 不用再买大米了 她那天还问我 我们家吃不吃米啊 给亲家拿一点米 我说我爸他们一个月可能就吃一两次米饭 来 盛袋子 直接装到这个袋子里面 五亩田打了4400斤骨子 这个风球还是我来的 那时候做的 1982年 这就是老一辈的智慧 都40年了 还能用 还没坏 而且还不用电 对 哎 我来给你们解说一下啊 它这边的 就是很轻飘飘的 就是一些杂草啊 什么东西的 一些很瘪的骨子啊 就用来熏腊肉 这边的 就稍微刺一点的 就用来喂鸡喂鸭 二边的是很扎实的 就像我一样 就用来给人吃 这种场景对于从农村长大的小孩来说 就是满满的回忆哦 有谁知道这玩意叫什么名字吗 这不就是猪八戒的耙子 我们这个土挖 还卤工办 很阶段 看你打到嘴巴 一 二 好 哎呀 哎呀 卖苹果断了 我来吧 你把袋子撑开 你的手不是痛吗 手都肿了 我来我来我来 把这个装袋存起来 就是来年的鱼粮 所以说在农村里面 不管怎么样都饿不死 在农村里面没得见 不过就是这条鱼粮的鱼 放着一套 鱼粮的鱼粮的鱼粮 你没没得见 你没得见我啊 我先说你 你脖上带了那个嘎嘎 你自己装回去是吗 嗯 你自己装回去是吗 嗯 嗯 小时候是怎么挑骨子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哦 你看 哎呦 累死了累死了 鸭子明年别种那么多了 我洗个手呢 奶奶奶 洗了这会儿也洗了 我洗了 收了五母天 他说收了那个袋子里面又差不多 当收上来七十多袋 现在晒干 只有不到五十袋了 那应该够吃两年了 泡泡个硬硬硬 他妈子 去买有没有带方便 四个等下一个早日 又不辛苦得起来 你这有钱买 等我方便 跟我五千万 跟我五千万 我等下雨了把它拔掉 拔了种那种好看一点的 这种干了跟草一样 我拿个桶一滴 再填满一点 你这个枝头吧 肿的是啊 这里都肿得好高了 这里 都清了 那应该里面是有雨血 烫不烫 是不是拱烫拱烫的 雨一点点 我去给你买贴的药上来贴了 我去给你买贴了